万众瞩目的乒乓球全国 锦标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女子单打的决赛王毅迪表现很强势 大比分4比3击败王曼玉首次夺得 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女子单打的金牌 再加上此前带领辽兰女团夺得团体赛的金牌 王毅迪本次全锦赛勇夺两金收场 王曼玉一银一银收场 孙颖莎一银一同收场 反观陈梦四大皆空 本次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国拼五朵金花 王曼玉陈姓彤 王毅迪都回到各自的省队作战 为了省队荣誉而战 由于此前国平主力接连参加国际大赛 因此来到全锦赛的赛场 很多都放弃了一些项目 比如孙颖莎放弃女双的比赛 身间三项打了女单混双女团的比赛 陈梦只参加女单和女团 王曼玉打了女单和混双 王毅迪打了女团和单打 就目前夺得成绩来看 无疑王毅迪是最出色的 本次全锦赛为辽宁队勇夺两金 并且在半决赛对阵淘汰孙颖莎的孙明阳 其中被孙明阳打出11比0的比分 但是王毅迪顶住压力最终 大比分4比3击败孙明阳来到决赛 顶住压力4比3击败了王曼玉 值得一说的是 王毅迪最近掌球明显 夺得女单金牌之后 国际拼联也是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并且刘国梁亲自为王毅迪颁奖 回看本次世锦赛国拼女队这边 无疑是最尴尬的一方面 女团的比赛带领山东队遭遇了一轮游 陈梦作为一单输给19岁小将让人唏嘘 女单的比赛又被陈幸彤击败 本次全锦赛陈梦颗粒无收 并且陈梦最近在国际大赛 上面的表现也没有那么出色 比如澳门冠军赛遭遇了暴冷出局 新乡世界杯决赛输给孙颖莎 陈梦在单打这块已经很久没有拿到金牌了 对陈梦来说 现如今28岁了年龄这方面不如孙颖莎 王曼玉 王义迪 陈幸彤 如果陈梦不能在单打方面表现很强势 再反观陈梦并没有打混双 同时女双也没有打 因此陈梦会在国拼的竞争力下降 并且巴黎奥运会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要到来了 对陈梦来说 巴黎奥运会来的时候30岁左右了 因此很多球迷认为 28岁的陈梦会败给年龄 同时对陈梦来说现如今只差一个 世平赛的金牌就可以实现大满贯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孙颖莎 王曼玉 王义迪 陈幸彤等人都逐渐成长起来 对陈梦来说想要夺得大满贯也有难度 大家说对吗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孙颖莎 王曼玉 王义迪三人 不管是年龄还是整体实力来说 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并且三个人特点非常明显 孙颖莎属于打球灵活用脑子打球的 王曼玉属于整体实力雄厚的王义迪 冲击力很强 并且身体素质很棒 一点不夸张地说三个人有望 成为巴黎奥运会的主打 并且有球迷认为 皮卡大概率是陈幸彤夺得 对陈梦来说想要保持竞争力 一定要在单打方面足够强势 大家说对吗